11月21号,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宣布对伊朗采取更多的制裁措施 法国也提出采取新的制裁措施,以迫使德黑兰停止核专案 23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北京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中方反对针对伊朗的单边制裁 学者认为,受到孤立的中共和伊朗需要相互支援 路透社23号报道说 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宣布对伊朗能源和金融业实行新的制裁 法国则提议实行前所未有的新制裁 其中包括冻结伊朗中央银行资产,终止购买伊朗的石油 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报告说 伊朗有可能在秘密发展核武器 中国外交部23号表示反对对伊朗实施三方面的制裁 对此,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 等战结束后,美国和西方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中国和伊朗 他们同样受到美国和西方的孤立 所以中国的政策是可以预见的 中国和伊朗基本上面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挑战 所以这两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基本上都是有一种协调 也都是相互在支持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中国跟伊朗两个国家协调的非常多 那么再就是能源,再就是军火,各方面在国际舞台上都有很多的合作 美联社23号也报道 自2006年以来,联合国对伊朗施加了四轮制裁 但伊朗的能源出口使伊朗没有应被制裁受到严重损害 法新社则说,中国支持伊朗 从伊朗购买大量的石油 同时中国也是伊朗最大的交易伙伴 两国间的贸易总额达300亿美元 美国之音报道,据中国海关资料 今年伊朗可能成为中国第二大原油供应国 不过,伊朗对新一轮的制裁表示不屑 以色列和华盛顿表示 在其他努力无效的情况下不排除军事打击 令人费解的是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海军少将张兆忠说 中国不惜三次世界大战保伊朗 张兆忠说这种不惜那个一次打上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么我觉得就完全为了自己国内的就是一个政治的需要 从某种程度上说 通过这种就是那个完全是无稽之谈的来给自己壮胆 夏明教授分析指出 目前美国和西方社会可能对伊朗采取茉莉花革命的模式 类似走利比亚那样的路 从利比亚模式看 北约不可能在伊朗卷入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更不可能掀起一场新的战争 实际上一位驻德黑兰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欧洲外交官表示 伊朗政府实际上非常担心遭到军事打击 对其家也说 普通民众已经不太崇拜他们的领导人 但是夏明教授表示 中共政府自己面临的危机比伊朗要大得多 中共政府不仅面临东南亚 南中国海 南亚各国的诸多挑战 也面临美国在人民币汇率 出口 人权等问题上的压力 同时也面临国内问题的压力 中国面对着美国的压力 同时它国内的目前的压力也很大 那么尤其我们看到 从民间的社会上的 包括对中国政府的进行挑战 和反抗的力量也在成长 那么所以中国政府 那么确实实面对着 它在权力交集班的十八大要到来 那么它在外交上 那么恐怕会发生一些比较强硬的声音 一方面是回应美国的压力 另一方面它也是为了满足 国内的就是民族主义的 这拼人的一个需求 俄罗斯则是伊朗的另一个盟友 对伊朗的政策跟中国相似 新唐人记者陈翰 宋峰 郭静采访报道